不过在疫情影响下 有些饭店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位在宜兰礁系的麒麟大饭店宣布 像在6月底停业装修 预计明年的农历年前才会重新开幕 将依法资前48位员工 业者很无奈说 虽然去年在国旅的热潮下 住房率是不差的 但今年持续受到疫情影响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住房率大概下滑了两到三成 加上内部原本就有装修计划 才会决定要停业 株打私人景观汤屋 客房内还能俯瞰蓝阳平原 但这些条件还是敌不过疫情冲击 让郊西麒麟大饭店 决定在6月底停业 住房率较去年同期1至4月左右 就是衰退的部分 就是二至三成 业者无奈表示 虽然去年在国旅热潮带动下 整体住房率不算太差 但全台疫情正在升温 加上原本就有重新装修的计划 才会决定歇业 预计在明年农历年前重新开幕 并且依法资浅48名员工 不过宜兰县工商旅游处出面回应 今年廉价的观光人潮都呈现正成长 清明廉价增加百分之五十 五一廉价更是增加百分之两百五十 显示旅游业已经有复苏迹象 饭店停业可能有别的原因 不管停业原因为何受到最大影响的 没关系